非洲人到底有多懒,去过非洲的中国人这样评价,说起非洲大家想到的是什么?黑人,广阔的地貌,贫穷的生活环境。 没错在我们大部分的印当中,我们都认为非洲是非常的贫穷的,但是事实真的如此吗? 接下来就为大家一一分析,非洲可以说是世界的第二大洲了,它们位于地球的南北回归线之间,属于热带的气候特征,非洲有这世界上丰富的矿产资源,并且享有世界聚宝盆的美誉,可想非洲的资源,就有多么的丰富了吧? 非洲的的矿产类别有17种,占到全世界的三分之一,尤其算是达到1.91克拉,并且它们那里的土地特别好,非常适合种植农作物。 这么宽广的地貌,如果是要合理开采,将会创造很大的财富和收益。 但是非洲人特别懒,在古代非洲是个非常文明的国家,像古埃及就是四大文明古国,考古学家说过古埃及,就是非洲人创造的。 但是先前古代的优势,一点也没有流传下来,它们真是太懒了,一直于后人现在贫穷,忍受饥饿。 对于非洲人来说,它们的想法很单一,它们不喜欢脑力劳动,不喜欢工作,一般上班都是到点就会回家,从来不回去加班。 它们不喜欢种植某些食物,例如水果,它们都是采摘野生的吃,因为它们觉得种植很麻烦,它们是有缺的就行,不会追求太高的要求,还是太懒了。 中国和非洲合作的这几年,一直源源不断的帮助非洲,希望它们能够起来,给非洲拨款,给它们提供技术支持。 但是非洲人不这么想,一直觉得自己这是应得的,跟我们的技术人员学习种植,还要让我们给它们复工钱,还要派车专门接它们过来学习这种技术,等它们有钱了,就会去买各种吃的,没钱了再回来干活。 没有一点机会与安排,感觉它们还是个老小孩,思想转不过来。 我们有很多的朋友估计都去过非洲地游,不得不说非洲那里的人文气息,还是相当不错的,环境也是相当的好。 但是造成非洲这种状况的还是那个字,懒,我想如果非洲能够把乱这个问题解决了,整个非洲会发生发现腹地的变化,整个民族也会强大起来,整个经济也会赶超其他州。 但是中国作为中非又好国家,一直无私为他国,为他人着想,本着世界和平,人类美好的未来生活来贡献自己的力量,希望非洲能够和其他国一起走在路上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